一場冬季風暴,給予美國大西洋中部海岸地區及南方部分地區帶來降雪及凶風,導致數十萬人斷電。華盛頓聯邦政府慣悶。 機場預告人員表示,星期一一整天,華盛頓及其附近的維吉尼亞州及馬里蘭州的鄰近地區降雪量最多達25厘米。 冬季風暴範圍南至佛羅里達州、北獨道系新澤西州、佛羅里達州、割場地帶罕見地降下薄雪, 而在風暴所及到的地方,強風使得50多萬用戶失去電力, 受影響包括阿拉巴馬州、田納西州、佐治亞州、肯塔比州、南卡羅納州、西維珍雷亞州各州部分地區。 由於華盛頓出現的陣風,拜登總統直升機無法升空,迫使他乘車位於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聯合基地返回白宮, 他在特拉華州度過新年週末。 惡劣天氣加上新冠疫情造成人員短缺,導致星期一繼續出現大批航班被取消的現象。 最重航空服務公司表示, 截至星期一早上,美國有1900多架班次被取消。大批航班被取消的問題是因為聖誕節假日期間出現。 航空公司表示,造成航班取消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機組人員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及美國各處地區出現的惡劣天氣。 馬里蘭州以及維吉尼亞州兩州的當局, 星期一報告多宗交通事故並敦促公眾,盡可能留在家裡。 華盛頓聯邦辦公室星期一關閉,遠程工作的僱員則繼續工作。 當局表示,北卡羅來納州的大水使一些道路變得更危險。 對呼條件投票,社交平均維吉尼亞線路的肯定法uder。 コンパ氏éfует些民選,中國會有人提供的都是解禁怎麼局, 從大家早上有層組合來納州等事, 感谢观看